肚子还这么小呀 家伦们 你们说是不是 谁怀孕还肚子这么小 说什么 看一下安安给你买的表 上点西瓜酸就好了 不知道 反正我就上火痛得很 哎呀 你看我一个人在直播的话 就会有黑粉再来欺负我 就要说问我一些秘密 我是一个 我是很实在的人啊 待会今天 安安明天就回来了 本来我说 家人们 我说就是那个啥 安安回来了再直播 家人们不要乱进这些广告群 我是没有见粉丝群的 本来是等安安明天出差回来了 一起直播的 哎呦 我一个人太无聊了 我就又很久没有给直播间的安心粉聊天 开直播 我就想着和直播间的姐姐还有阿姨们一起开个直播聊聊天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就是什么都说 怕聊天 待会儿就是 你叫入豪门了 怎么能这样说呢 我和这个 哎呀 这个 我真不知道 什么说什么的都有 但是我觉得啊 我人不忘初心 刚刚认识 安安的时候 我说实话 我从来不会就是觉得他是个什么大人物什么的 我就觉得他很善良 对我们家乡的人也很好 就一直来我家乡玩 我们两个就时间长了 就认识了呀 家人们 谢谢关注 他的表估计八个吧 哎 这个嘛 这个是我当时 家人们应该看过我们视频的 应该还记得 安安当时他从外面出差回来 他就给我带了一个表回来 然后这个表 家人们还记不记得 记得的家人们扣一 扣搞笑的 我真的家人们 我真的这辈子都不敢想 我会带这么好的表 然后当时他给我啊 谢谢啊 哇扣一的都是铁粉姐姐阿姨都在 然后我给直播间姐姐阿姨 我们说一下 这个表他当时给我嘛 然后我就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们上学不可能说 认识很多品牌什么之类的 肯定都不认识 对不对 然后 他我就觉得 因为我的奶奶呀 我爷爷他们也带那种表 我就觉得表 就几十块钱 一百来块钱 然后他当时买的有点大 就很大 带着可能就有 很大 就有点松 然后的话 我和我的舅妈 他在干活 然后我就帮我舅妈 在收拾东西 结果安安就来了 他就说他送我一个礼物 我说这个太大了 而且我不喜欢带这个表 对对对 直播间的家人们已经在公屏上打出来了 然后的话 我就 我就觉得太大了 我带不了 我就凸口而受 我说 我说安安 我说我真不要 我说你们 我说这个真的太大了 而且 我也不适合表 我觉得表很重 我没有这个习惯带这个表 我觉得非常的重 然后他就说 我说要不给舅妈带吧 我说 他说 他当时也没说什么呀 他从头到尾都没给我说 这个表多少米 我真不知道家人们 是很多粉丝姐姐阿姨 给我说 这个是什么什么的 我才知道这个表这么的贵重 说实话 我是真不知道 所以我就说 我说太大了 我说要不给舅妈带吧 然后他就说 可以呀 然后我就把这个表 这样拿着去给舅妈带 舅妈带着 又小了 然后他就说 那这个样子 我去给你调一下表带 拿回来给你 然后我就当时 我就说不要 结果谁知道 这个表可是我真的 这辈子我觉得 我都不配带这么好的表 但是他就喜欢这种表 然后 我自从收到这个礼物 我就觉得太贵重了 家人们 然后 真的 那我 二十来岁肯定不知道 这种牌子呀 对不对 然后我后面知道 很多结纪和阿姨们 跟我说这个要 八个多 八个多 W就吓死我了 我就给他说 我说我真不要 真不要 然后 他就说 你不要的话 他就说 他也退不了了 什么的 后来我就叫他 送我什么礼物 我都不要了 所以的话 就是怎么说呢 我们 他真的就是 今天有碰到一个 也是一个阿姨 很喜欢我们的 我们 我很无聊 家人们 因为阿姨出差了 我就一个人 我就是去街上 然后碰到一个粉丝阿姨 我们两个 他就碰着我 他说 关注我们很久了 他说很喜欢你 然后的话 他说你碰见阿 真的你的福气很好 然后阿 你们两个也是 真的是缘分呀 真的说家人 说实话 家人们 他刚来我们家乡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 他干嘛 然后也不知道 他做什么什么的 就他经常跑来我家乡 就经常 这个感觉就像 来 怎么说呢 就是家人们 就是他来的话 什么 每次来就各种 给我家人们普及 什么住听器好 我爷爷耳朵不怎么好了 又什么什么的 然后 就慢慢的 就 他发我的视频 我被记录下来 在网络上 然后得到了很多姐姐和阿姨们 的喜欢 然后就一直这样 发 发视频 发视频 然后很多 安心粉 就撮合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就 就后面就 不知道就怎么 在一起了 马上也要一周年了 家人们 晚上好 家人们 晚上好 晚上好 好久没直播了 是的 好想你们呀 谢谢啊 感谢家人们 我现在头发乱糟糟的 我平时生活中 也就是这个样子 不喜欢去搞那种 花里扶嫂的态度 我觉得太麻烦了 所以家人们一年了 关注我一年了 是不是觉得 你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你要穿好看的衣服 我现在 我在安安的公司来上班了 家人们 我有工资了 我存了一点 存了四个月的工资 我现在准备 就是马上一周年 对不对 我觉得 我要买一点 像样的衣服 以后安安他 安安他本 每一次 他就喜欢 去重要的场合 就把我戴上 我每一次把我戴上 我就觉得很自卑 因为我的衣服都很朴素 所以我觉得家人们 我要买一点 像样的衣服了 我想通了 我真的想通了 你们支不支持 关注我一年了 谢谢我的姐姐 谢谢阿姨 谢谢家人们 谢谢你们 真的 一直关注我这么久 你这个衣服 哪里买的 我在街上 这个衣服 九十多块钱 家人们 看到吗 真的九十多块钱 你说普通话 可不可以不要带家乡话 我没办法呀 家人们 我是少数民族 可能我说普通话 不怎么标准 但是我在尽力的 说普通话 然后让我直播间的姐姐 还有阿姨们 都听得懂 这样的话 喜欢我的姐姐和阿姨们 沟通起来 大家就会比较 轻松一点 你一定要打扮 我知道了 家人们 就是 我发现 家人们也关注我一年了 对不对 马上还有几天 就一年 一周年了 天哪 我觉得我的衣服 真的我要打扮一下了 你不然安安 每次去中药的场合 别人 人家的对象 天哪 都穿的是那种 就卷卷发 穿高跟鞋 我这辈子都没穿过高跟鞋 我不喜欢穿高跟鞋 穿不来 我都不知道 怎么慢慢的适应 我但是我觉得啊 和他在一起 出去不能给他丢脸 他们都说 女孩子是男人的第二张鞋 我这个穿得太朴素 就觉得 这个 这个 老大 他的对象 怎么穿得 吐泥吐气的呀 我给你们说个秘密 家人们 对我的脸上就是 有点肉 太肉了 没办法 但是他说 碾肉的女孩子 他说 听说这种 面相的话 他说就是 很面上 他说 碾上不能 没有肉 他说有肉才好 他就叫我多吃一点 我给家人们说 今天安安不在 我给你们说 我和阿姨一起出去 他以前 带我去吃一些好吃的 家人们 想听的 哥姐 我给你们说 他带我去吃过一个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一个人 好像是 1500那个 然后他就带我去吃 他说 人活一辈子 你就要总要吃一点好的 对自己好一点 你难得出来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结果他就带我去 我就坐在那个厨师 那个厨师的面前 那个厨师为我一对一的服务 家人们不要笑啊 他就对我一对一的服务 然后 他就给我弄一些自身 就是那些生的 然后家人们 我给你们说 那个时候我很安安 我们两个干在一起没多久 我就 我就很 我就觉得怕尴尬 我就不好意思 说 不好吃什么的 结果他带我去吃的那个东西 我是吃不来的 我吃不来 我一点都吃不来 自身 生的鱼 还有一些什么 那种叫做什么呀 家人们 反正我不会吃 然后 我当时进去 那个厨师为我一对一的服务 他就是站在我面前 有十多份菜 十多份菜 一份一份的 站在我的面前 让我吃 吃完了 马上他又要给我做 然后安安就说 他带我去吃 他说你要感受一下 结果我吃不来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 说我吃不来 我就假装吃得来 我差一点土了 我真的差一点土了 家人们 我真的吃不来 太难吃了 就是那种 很生的 我吃不来 结果安安就坐在我的旁边 那个厨师 他就一直 他说吃完没有 我马上再给你做一个 然后 我就吃不来嘛 安安就 看到我吃完了 其实我不是觉得好吃 我吃完了 家人们 我是没办法 我觉得好贵呀 然后那个厨师 就一直给我做的 没有一份俗了的菜 我就觉得全是生的 我在家乡 我都只吃 一些鸡肉 猪肉 牛肉 土豆 我吃不来生的 然后安安就这样 转过来看我 他说 吉林 哇 你吃完了呀 你是不是觉得很好吃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刚刚在一起 然后我就 我就不好意思 我就 我就不好意思说 家人们 我就说 嗯 我说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我都是 把那些东西 生的 我都不敢嚼 我都不敢嚼 我直接咽下去 因为 那个在嘴里嚼 我吃不来生的 我就觉得好痛苦呀 我就 吃一个包下去 我就吞了 然后他就觉得 我好 他就觉得 我肯定喜欢吃 他说 结果他又给那个人说 你再托给他做一份 我的天哪 结果那个人 就给我做一些 直接 下面都不薄一些菜了 直接给我切了 五六片生的肉 放在我的面前 这个时候 我的头就痛了 我在想 怎么办呀 一千多块钱的东西 我 阿安 他又吃就很香的样子 我又不好意思给他 说我吃不来 然后我就说 我说 我说我真的 我说太好吃了 我就给阿安这样说 因为我怕很丢你 然后我就 吃不来 也假装吃得来 知道吗 家人 真的 你们不要给阿安说 真的是 跟他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两个生活习惯是不营养的 家人们 他喜欢吃一些 他觉得很有营养 然后 又是很奇怪的东西 我现在想着 我真的 这样 不要笑 真的不要笑 因为直播间都是姐姐和阿姨 我就想的是分享 给你们分享一些 就是我觉得很尴尬的瞬间 家人 想不成 摸不到 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一只空 一杯酒 一夜 一下子